天涯社区关闭了,天涯社区成就过很多的人 这个地方让他们觉得事如初恋,有如祖国,再如故乡 反正那些个就是痴迷和疯狂的情感在这里 但是因为他不行了,就是资金卢也不行了 结果就死掉了,关停了 关停了以后呢,说这几位主管出来 再启动天涯,希望大家说捐款也行,关注也行 他们要把天涯社区再重新开起来 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我本来对天涯不是很熟悉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一个呢,天涯社区它的特点,我对天涯不熟悉 这是我想的嘛,就是那种发言的那种自由性 你已经,外部有没有它是个问题 再一个,现在因为视频比文字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受众 可能在思想更倾向于思想的地方 可能文字还是,还有独特的魅力的 可是如果你不倾向于思想,而是倾向于欲望的 倾向于感官的,倾向于思想 不是思想的,可能视频是比较厉害的 因此你天涯,你还是搞视频网站,还是搞文字的网站 这两个致命的问题,让你可能就是外部环境都已经可能都有问题了 是吧,一个就是你言论的这个环境 一个就是可选择的载体 现在文字的可能不行是吧 那你已经让你们几个人把这个东西都干死了 你们还再出来 当时你们在那个里面没有死的时候 你怎么不让它生起来的 如果你现在有想法说那个平台制约着你 你不是要创立一个新的东西,把这个东西要抛弃掉 所谓的没有忘记过去人会死亡 还有一种状态,就只惦记是过去也是一种死亡 就是大学同学聚会完了,高中同学聚会 高中同学聚会完了,初中同学聚会 初中同学聚会完了,就是小学同学聚会 小学同学聚会完了,幼儿园同学聚会 总算是聚会完了,是吧 这些个都聚会完了,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下一个月又重新一轮 又从大学同学聚会开始,又来了 他永远活在过去 他觉得校园生活那时候青春貌美 精力充沛,思想活泼 那是才是人生 这样的人已经死亡了,是吧 他只有过去 因此我看这几个人出来 我就感觉在透支而已,是吧 所以说你像这个乔布斯 像马斯克他总谈这个观点 让人很难接受 但他也是一个想法 乔布斯就说死亡是最伟大的一种创造 马斯克说我不研究人的长寿 他说人就应该死 而且你要真的我给弄出来人要长寿的东西 往往都是让你讨厌的那些人 这个受益,他就不死 你也受不到益 你该死的时候还是死 所以说这个最公平的 就不要搞长寿那个事 到时间都死吧 有点那个意思 我们看看啊 我觉得土舌头这个大哥 你什么意思 你多恶心 那土松长的舌头干啥 你小朋友吗 你是啊 那个大老爷们 跟个吊死鬼一样 很反感是吧 观感很不好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兄弟的这个帖子 这个跟我的这个感受很硬合在一起了 他说 重启天下直播的第一次直播 让我感到愤慨和悲哀 他叫奔武的奶爸 哎呦比我小一点 我是天涯前员工 5月28日晚8点整 我准时进入重启天涯直播间 陆续看了半个小时 既丰慨又悲哀 他就结了这个一些个人的评论 评论说他们没有导演 没有导播吗 没有运营吗 说天涯已死 有事烧死 C919成功 非成功了 天涯社区也能成功 加油 大家都是第一次 真的是不专业 镜头也太远了 只有一款衣服链接 既然要做直播 起码的专业一点也没有 不会请懂行的人行不行 他们都是业余的 为了冲洗天涯 无奈而为 不是专业为带货主播 不要苛求 他们不看公平 公平吗 这些都是自发的 这些都是自发的 大家包容一下吧 其实开场的时候 下面就是不是截屏了 这位铁主的话 其实开场的时候 就有一个小状况 声音没了 调试了几分钟后恢复 后面陆陆续续有一些不满 大概如下 镜头拉的那么远 应该拉近一些 要求主播多看镜头 第一 第二 上链接不及时 不带货 第三 主播不专业 导演不专业 第四 多跟网友互动 不要变成座谈会 第五 商品太少了 等等 还挺多毛病的被指出来 大部分的很合理 我自己觉得不好 比如商品太少了 我就买了两样 但有些嘛 只能呵呵了 互联网环境 如此我就不开骂了 本次直播就没有一个专业的 并且我们这批网友 嘉宾 前员工 基本不上抖音 括号 后面ID 天水丫头 刚注册连线 提示只能语音连线 露不了脸 大家都不懂 怎么操作 括号 在之前 从起群里 我知道最年轻的是89的 大部分都是为了重启天涯 且才下载的抖音 包括我也是为此才重启 重新下载抖音 大家提到不专业 没错啊 我们是纯素人 为了这件事 两周内下载抖音 联合一帮中老年人 做各种准备 短期内把店开起来 并且做到直播带货的标准 我认为不容易 甚至还一生后 N个群几千人就拉起来了 不想天涯关了 除了P2P维权的 最号召力 其他的人能做到吗 如砍才说的 他是自带干粮 做这件事 为了兴趣 为爱发电 然而目前的商业社会 已经没有人看 这是对的 从评论里就可以看出 一些浮躁的言论 非常可悲 仅以直播带货论 自然是做得不好 没什么好开脱的 但这是单纯直播带货吗 从来都不是 我们既不是天涯县员工 也不是为了赚多少钱 我们的家人都在心中 不在口头上 有评论说像座谈会 这个很自然 我们请了嘉宾 当着大家面前说起了天涯 哪个不是满满的故事 不想一土为快 一个嘉宾 让他说七天七夜的说不完 那是他生命中的十年 二十年 抖音太浮躁了 流量一大就会这样 这也同样是早期那些 做社交平台遇到了问题 无论天涯 知乎 B站 情况差不多 从今晚抖音的流量和评论来看 天涯的草根精英 我编的 属性跟抖音 纯草根 也是我编的 不相容 在十一点以后 不认识天涯的那些人 基本离开了直播间 剩下的都是老人了 进入了西洋红世界 我们知道抖音直播的规则 直播后还是很有天涯风 有人说许越新东方 搞搞鸡汤 做人设 搞剧情 建议很好 然而这就不是天涯 个人觉得视频号直播 可能比抖音更好 视频号相对更自由 而且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设置 链接也简单 当然这是我目前的感觉 毕竟我个人讨厌抖音 一言之一家之言 反正现在播都播了 后面我相信会更好 夜深了继续看 边看直播边称空写的 难免偏薄无所谓 反正当下我就是这么看的 转眼11点多了 播了两个多小时 其实直播内容 对我们这些个天涯的老人虎来说 很有价值 其他就是看个热闹吧 先写到这里 继续去直播间水贴 我看他写的这个东西 好像很复杂 不完全是批评他们这些个人 还是一种怀念 我觉得一样也很难 死亡了就是死亡 很难复生 除非你有那个 给你特权 让你们在那里随便搞 你不可能吗 是吧 有这个特权给你干啥 人家都给了腾讯了 给了这个机会投票